国庆节去普陀山做一千万部普门品大回响 作者 福安谷观音阁 法华团去年8月发起了一千万部普门品的念诵 许多师兄很积极在去年发愿说要在今年的国庆节前 大概一年的时间内完成365部到一千部普门品不等的念诵 非常赞叹 发心 如果一天诵一部 一年就完成365部 一天要诵三部 一年才能有一千部 虽然普门品很短 如果念诵快的话 只要十分钟时间 但是每天能挑出十分钟的时间和心理来完成这个一部都很难的呀 学佛如初 成佛有余 今年就不要求大多 过一个月左右就出发去普陀山里拜观音菩萨 这一个月内 我们发起大家完成50部以上的念诵 然后把念诵的功德 统一到普陀山回向 聚集大家的力量来成就这个善缘 只要有心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共修的集体功德 经典中 我很推荐普门品 一来观音菩萨和娑婆世界众生最未有缘分 二来普门品很短小 适合在家人修 其实很多出家人都以普门品为日课 在危难时观音菩萨就会救苦救难 这是普门品的现实的利益 三来 普门品是法华经中的异品 最未法华经是经中之王 能听文法华经 可以得到佛陀的授记 这也是我个人对普门品情有独钟的原因 很多人修佛 喜欢很高的法 或者修禅宗 修密 乃至其他法 其实任何的法 都要以福报和德性为基础 否则一定会有障碍 普门品是一部赔福报的经 修禅也好 修密宗也好 乃至修净土法门 普门品都是一部非常适合修的经典 印光大师就曾经推广大家一起来念观音圣号 我们修行路上 要量自己 是否真正达到修大法了 末法时代修行 要好好靠佛菩萨力量加持 普门品是一部不可替代的经典 这次国庆节到普陀山朝拜 将把大家在一年来念经的功德 在普陀山做回向 法因缘起 我们做这次回向 一来也是培养对观音菩萨的信心 二来也是法华团来赞叹各位师兄这一年来的发心 每天的坚持仲下和观音菩萨结缘的上根 这个上根就是法身 所以我们要多多的念诵 也对得起曾经发愿的念诵的数量 虽然数量不代表质量 但有个数量在 比如一天击步 就会降服我们偷懒的念头 如果没有给自己立个标准 凡夫都是太聪明 很会给自己找借口的 这次就定个五十步 念诵这个经 大家可以许愿 以此功德直至成佛 同时也加持现生的健康 求子 婚姻 事业等 随喜大家多许善愿 参加此活动的 只要把姓名 地址 许愿的内容 发给QQR309661858 或者手机13459028056即可 我们将帮忙您填写许愿单 一同带去普陀山南海观音处做大回向 剩下的事情 就是各位师兄努力在国庆节前 完成五十步 请你提供